欢迎收看3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国际狮子会300A5区 花莲龙银狮子会及财团法人台湾狮子会基金会 28号上午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举行捐赠花莲县 视觉障碍福利协进会一辆视障关怀服务专车 由理事长黄先温代表受赠 期盼家会落实足取福利 国际狮子会300A5区花莲龙银狮子会 28日上午在花莲县府大礼堂 各国花莲县府媒合捐赠一辆视障关怀服务专车 由花莲县视觉障碍福利协进会理事长黄先温代表受赠 到县政府有问了社会处的处长 处长说适当协位需要你不扯 那就请各位龙银狮子姐们 大家就捐台湾国际基金 然后还有各位师友 就是我们的总监 然后那个总监公司大家一起 还有各地的师友们 他们认捐台湾基金 然后回拨款 然后我们就买了这部 九人座的市长车 那就是未来给 就是市长协会他们加访 还是说要送物资 其实这个都是这台车的公用 有跟理事长他们说就是这样的公用 那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这次龙银狮子会同专领域 然后可以让社会大众更多有爱心的让爱连续下去 可以愿意这样子来帮忙 市长者出行 然后让我们可以把温暖带到他们家 带到他的身边 然后也希望我们这样的做 做为可以影响更多人 因为我一直相信 生命影响生命 再次谢谢市长协会 更恭喜我们的这个市长协会 和我们所有的家人 可以让我们服务 服务更无爱 而且可以让我们的服务专程 可以从花莲到瑞穗 到浊西 到福里到欧米 就跨着我们市长协会 市长协会的这个 这个化 我想这也是一个 让爱这个片部 台酒线台西线 所以让大家看到 支持爱 结盘帮助视觉障碍功能者 生活重建服务计划执行 对于市长者各项关怀 及福利服务工作推展 因为车辆的投入 满足13乡镇市长家庭 及会员关怀访试 在再综合提供服务上 延续传递社会温暖 记者蒋邦彦华理事报导